宇宙之中存在着众多的星球,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都知道,浩瀚的宇宙中,地球仿佛是成了一把,地球虽然普通,不过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地球上存在着生命体,科学家虽然不断地在探索外星生命,可是到现在为止却并没有找到,因此现在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寻找在宇宙之中,跟地球比较相似的星球, 而且找到了很多,尤其是有一颗星球,会称之为开普勒西巴比,这颗星球是一致的体积,跟密度都跟地球非常相似,但是科学家却惊奇地发现这颗星球本不应该存在于宇宙之中,关于科学家的这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会比较好奇,为什么宇宙之中不应该存在这颗星球呢? 难道说这颗跟我们地球非常相似的星球,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或者说进一步说,其实地球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本不应该存在宇宙之中吗? 当然,在这里大家不要误会,先了解一下开普勒西巴比究竟是怎样的一颗星球。 这颗星球距离地球大概是在400光年左右,但是表面是充斥着温度超高的熔岩,而且这颗星球距离它的母恒星非常的近,会让母恒星运行一周,差不多只需要8.5个小时左右,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宇宙之中,公转轨道最短的一颗行星之一。 当然,科学家之所以认为这颗行星,本不应该存在于宇宙之中,其主要的原因是这颗行星距离它的母恒星真的是太近了。 据科学家预测,可能距离都不到160万千米,形象的来说,是我们太阳系之中,太阳到水星距离的四十分之一,因为它距离自己的母恒星特别的近,所以导致它的公转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就像是上面介绍的,公转一周差不多只需要8.5个小时,要知道咱们地球公转一周需要365天左右,因为它距离自己的恒星特别的近,所以它的表面温度就会异常的高。 据科学家预测,它的表面温度甚至有可能达到2000度左右,整个表面不可能是固态的,应该是一个巨型的熔岩海洋,也就是说整个看起来有可能都是红色,甚至是白色炙热的。 而按照现在科学家对于宇宙之中,各个行星形成的理论来说,这颗行星真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距离自己的母恒星实在是太近,在这么近的距离,根本无法形成这样的行星,也不能够导致这颗行星围绕着自己的母恒星固定的运动。 当然,这颗行星如果是在远处形成之后,慢慢的靠近母恒星,这样的猜测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如果是真的在远处形成,然后慢慢的靠近自己的母恒星,那么就无法像现在观测到的这样在固定的轨道上一直照着母恒星运行。 应该按照常理来说,会在母恒星的引力作用下,不断的靠近母恒星,最终跌落到母恒星的内部,而彻底的被融化掉,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常理推论吧。 所以这颗行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的未来会如何的发展,科学家还是无法解答,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家不断的对它进行深入的观察,或许真的能够揭开这颗行星的形成之谜。 但无论如何科学家表示,这颗星球可以称之为地球的恶魔双胞胎,跟地球非常的相似,但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这颗星球如此的怪异奇特,注定它不可能有任何的生命体存在,因为它根本不具备那生命体在上面生存的任何条件,表面上肯定充斥着炽热的熔岩。 呈现出来的景象那是相当的可怕,只是要想象一下都会心有余悸吧。 而且科学家认为,虽然这颗行星现在好好的围绕在自己的母恒星周围,看起来比较稳定。 但是这颗行星注定不可能一直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因为所处的位置特殊,肯定会受到来自于母恒星的引力拖延。 或许,在未来必将会被拖延进去,而且最终分崩离析,落入到母恒星的内部。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观测不到这颗行星的存在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